這是女人的水耶 一頭是山塞 一頭是耳機的水 這是幹嘛用的啊? 這個是要放鬆的 喔~~ 不癢嗎? 怎麼可能不癢? 很舒服耶 好啦 震動囉 這邊會不舒服嗎? 不會 你平常好像又沒有畫法 對 你怎麼知道? 會有耳水要推到裡面去嗎? 很大一個 一開始就挖到這麼大一個了 我的表情是不是不太好 我是很不美 這是唯一一集 這是最不美的一集 這不舒服嗎? 很爽 很爽 嗯 這是震動是幹嘛的? 它可以刺激耳膜 刺激人類神經 它可以預防耳膜 喔~~ 我等一下用完應該走出去 聽力都變好了吧 可能都聽到對面的那個 客廳裡面在講什麼 哇~~我吃耳朵是不是特別多 對 難怪我平常就覺得這耳朵特別癢 這邊大塊的 然後小塊的 全部都塞到裡面去 所以平常就是不要用棉花棒 盡量不要用 因為棉花棒一定是 不要一直往內推啊 那清外面可以吧? 可以 你就滾外面這一圈就好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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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害羞喔 給大家看我的 那麼大的耳屎 這都是不同的味道嗎? 味道不一樣 我喜歡紫色 所以我選紫色的 所以耳朵就會有虛肥草的味道 對 那是要插進去嗎?不會吧 對啊 會插進去 要插在耳朵裡面 真的嗎? 好喔 我有點嚇到喔 你知道嗎 我以為它只是放在旁邊 會好溫溫樂樂的感覺 結果居然要插進去 要插進去 要搬上精油喔 嗯 所以我剛剛不應該化妝來對不對 沒關係 大家來不要化妝來 要不要 對 我想問一下耳族的功用是什麼 簡單來說 它就是耳內的熱膚 它可以排耳內的濕氣 還有耳朵裡面的壓力 它在燃燒的那個聲音 也同時可以刺激到耳膜 還有耳內的神經 像耳屎如果是比較濕 比較油的人 就還蠻適合做耳朵的 我現在變小雜貌吧 這就是一個非常專業的掏耳朵 因為我剛剛那個耳朵的感受就是 就是有東西塞進來 然後那個感覺就是 你的耳朵上面夾了一隻 就飆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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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現在還有給我加那個 推拿嗎還是什麼東西的 就是整個就是很紓壓 人類的耳屎欸 為什麼要收藏這個 這也是我的成袖欸 而且為什麼有兩種顏色阿 它有分啊 一頭是山塞 一頭是耳結石 所以深色是耳結石喔 耳結石是什麼形成的阿 豆瓣是油耳 然後有長期在使用棉花棒的 然後棉花棒的棉絕是主要的成分 所以妳會把我的收藏進去嗎 妳的太小了 我的太小了